词曲 李宗盛 嘿 早上好 洛杉矶的冬季 雨水多了起来之后 天空真的很好看 今天早上我踢到脚了 脚子都踢到我们家卫生间 门边框 受伤了现在 走路一蹶一拐的 不过仍然不妨碍我们今天的工作 今天会去到 洛杉矶非常知名的一个海滨城市 名字叫做 Venice Beach 我们到了 到了威尼斯海滩 我们是来看一栋房子的 但是今天不会在视频中展示这栋房子 今天算是威尼斯海滩的一日游 我们先去看房子 看完房子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威尼斯海滩的一个滑板公园 和很多篮球场在洛杉矶都非常出名 包括我的片头中有一个小小的片段 也是威尼斯海滩的一个著名的景点 这里就是洛杉矶最著名的海滩之一 威尼斯海滩 意大利也有个威尼斯 洛杉矶也有个威尼斯 你今天来海滩穿成这个样子 喜欢打篮球的朋友 在网上一定看过这个球场的很多视频 好多NBA明星都来打野球 然后还有很多什么 你知道那个人叫教授Professor 他老在这里拍一些视频 怎么教训别人的 就是这个温尼斯的球场 大家看到后面那个淋浴没有 你知道网上有个非常聚火的视频 就有人在冲林的时候 有个人恶作剧站到后面 不断的往他头上抹那个香泡 这我知道 就这里去吗 就是这里 威尼斯比奇 诞生了很多YouTube狂火的视频 今天有点感觉像YouTuber来朝圣一样 这边是很特别的 也是威尼斯很出名的室外健身场 叫Muscle Beach 我们喜欢健身的人 通常来说都想来搞一下 但是这边高手太多了 这不就是我最不喜欢的地方吗 哈哈哈 你看看那些肌肉栏 腹肌 大块腹肌 我的腹肌没有那样 完全没有那样的 我刚看了 刚才在跳的那位 我感觉他的一块胸好像跟我大腿一样 如果我练成这样 估计我所有的衣服真的全没啥穿 如果你练成这样 我这没法帮你跳衣服了 其实说实话 如果你真的想进去举一下 我可以等你没关系 我今天脚受伤了 这是用手的 就不现丑了吧 那我要不要进去试试他 你可以 我要不要我去试试 但我进去不就搞笑了吗 你一进去就说新闻了 别人说连个杆都举不起来 哈哈哈 其实说实话我个人 不是很喜欢beach的 你喜欢什么 我还是喜欢那种 urban的 我也是啊 我去纽约我就很喜欢 嗯对对对 我不太 但纽约对小孩子的成长 比如说我们现在小孩子 就不是很友好 我说我孩子比较喜欢urban那边 对 urban不是urban urban没有什么高楼大厦 我说那种正常的就可以了 就比较整洁那种 对对对 我比较喜欢那种 比如说我现在走路 我的脚进了很多沙 哈哈 很不舒服 没觉得像旅游一样 然后这边风有点大 有点冷我觉得 我们来像旅游一样 对有点像旅游 对有点像旅游 我是不是已经没有发型可扬了 现在还好 但我觉得我穿着一身在沙滩上 简直就像个傻子一样 哈哈 现在鞋里进了好多沙子 不过我来海边还是蛮兴奋的 不过我来海边还是蛮兴奋的 人好少 今天人少 今天里边三啊 哦 周末你来看看全日人 你觉得很冷吗 有点 我都快冻死了 我完蛋都灌疯了 红冷 因为你的衣服既不实用 又不stretch 只是好看而已 那是你只想要的 在年轻十岁这里就是我的圣地 就是你来朝圣的地方 喜欢篮球 喜欢滑板 喜欢音乐 海边的球场 年轻十岁的话这里就是我的梦想 他现在来的都觉得游客打卡 Hidy food 我家小女儿叫Hidy 这个店长应该是跟我女儿名字一样 Hidy food 有一个叫Windy 连锁开的比较大啊 我其实还没吃过Windy 还没吃过Windy 合法的大麻店 一股大麻味 体验一下横穿大马路的感觉 看到好多人这样做 今天其实应该适合带我家孩子来 Lukas在这里打球干嘛的 应该会很开心的 但我今天是来工作的 来看到一个非常unique的房子 现在还不方便披露很多信息 而且今天早上好倒霉 踢到脚了 现在脚好痛啊 哇 可能没办法 可能今天没办法健身了 哇 被海风吹的嘴好干啊 真是 Let's go Starbucks 真的好冷 啊 刚才为了拍科比的那个涂鸦的镜头 不小心又踢到了今天早上受伤那个脚趾手 哇 我今天估计已经到此结束了 今天不能再有任何的行动了 回家老老实躺着 好痛啊 我觉得我那个小木脚趾手的指甲可能保不住了 可能会脱落 所以你说 要是我 还希望去打个篮球 是不是 嗯 你厉害 你跟 哈哈哈 你去吧 我已经老了 我要保护自己 我跟大家说 我旁边这位非常非常的夸张 一路不停的说我篮球不好 说我开车不好 说我怎么 说golf golf也不好 太夸张了 这简直是太夸张了 最不好的可能就是篮球吧 太夸张了 这太过分了 这太过分了 然后开车 然后golf 这太过分了 完完全全的太过分了 你自己说你刚才多少次开车 差点撞到别人 不就那么两次吗 有一次是因为我在拍你在睡觉的那一段 我没看好前面 对呀 你开车都不看前面 你还说我说你了 太夸张了 你刚才也没看前面 差点撞到别人 我都在看 只是他突然间紧急刹车 你保持车距好吗 前面的后尾灯都亮了 你就刹车 后尾灯都亮了 你还在拼命踩油门 我不知道是谁教你的刹车 谁教你的开车 开车的教练 你的篮球教练 你的开车教练 你的高尔夫教练 通通应该被fir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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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我的开车记录 开车的技术 你的Tesla safety score 我有看到 好像跟我的水平差不多 我不说出来是什么数字 但是 你可以说准备试试吧 终于到了 Windings Beach的尔湾 居然开了两个小时 好赌啊 好累 以后这样的listing 我们要想办法避开这种高峰期去 高峰期 我们应该是什么 应该我们应该是 应该更早 差不多 呃 不是 我们其实是应该可以避开这个 是因为拍摄拍太久了 如果我们比如说 三点就不法回来 就就不会堵了 是因为拍摄拍得比较久 V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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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喵 妈妈 Hidy!Hidy!Hidy! Why are you so smell? 我今天有看到一个你开的商店 叫Hidy Food 史上第一次我来穿拖鞋去健身了 我之前一直说Lucas不要穿拖鞋出门很不假观 你不要说我了 你和我老朋友怎么怎么样 今天没办法了脚好痛 虽然脚特别痛 我那个指甲快要脱落了 但是我还是决定来健身了 不是因为我特别自律 而是因为健身会让你身体分泌一种激素 减轻你的疼痛感 实际上是减轻你的疼痛感 所以你越累的时候 越疲惫的时候 越受伤的时候 情绪的低落的时候 你应该是去健身的 用一种压力 用一种重量 去对抗你这种失落的情绪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话题 说怎么样 从一个负面的情绪走出来 其中比较有效的一步 但是那个话题我们攒一攒 我把我的几个习惯啊 动作啊 小的日程安排啊 都告诉大家 很屌啊今天 脱鞋 脱鞋 为什么不穿衣裙袜子 因为我的袜子会让我脚指甲好痛 有人对你留言说 健身的时候不要戴口罩 会闷死了 朋友们这个告示牌上说 拿相机或手机 对着别人的身体拍是违法的 是会被终止会员资格的 但他没说对自己拍 但他没说对自己拍 是会被终止会员的 刚才是被终止舞者